做一个活生生的人 或思考的人 萨古鲁说 只因为你存在 你才会生起念头 但你的思维过程 已经变得如此的冲动 以至于 你的焦虑已经从存在 也就是生命的层面 转移到心理的层面 而这种情况 甚至已经发展到 你开始相信 因为你能思考 所以你才存在 17世纪 法国哲学家迪卡尔提出 我思固我在的著名哲理 事实上西方哲学 就是以此一哲理为基础 现在该是重申 因为你在 所以你能思考 这个基本事实的时机 这和任何东方 或西方的哲学无关 它是一个单纯的存在实项 你可以存在 并且选择去思考 或不思考 你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 那些你所认为的极乐 喜悦 狂喜 或全然宁静的时刻 就是你什么也不想的时刻 你只是活着 即便没有念头和思维 你仍然存在 那么念头和思维 究竟是什么 它们只是你 集聚和回收 在利用的资讯 除了你的头脑 所积累的事物之外 你真的能够 去想任何其他的事情吗 回收 在利用老旧的资讯 是人类头脑 唯一在做的事情 于是我要问 你想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人 还是一个思考的人 你把90%的时间 花在思考人生 而不是去享受人生 你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体验人生 还是为了思考人生 相较于生命的过程 你的心理过程 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事件 但它却变得 远比生命过程来得重要 现在该是人类 再度把重心 转移到生命过程的时机 这件事迫不容缓 我们的生命仰赖于它